當你的朋友 聊你說不出口的行事 這裡是聊聊吧 欢迎来到聊聊吧 我是伊玛 现在我的人呢 就是已经在花莲的 打工换宿的地方了 那今天就是直接在 他们提供给我的住处 直接开路 但因为最近就是大家 也知道台风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边也是一直在下雨 反正总的言之 大家就我们让我们一起听着 下雨的声音 然后来好好的享受 这一集的故事 对今天就是要分享 我这一趟在 打工换宿之前 这一段五天的 还台湾北半部的 环岛旅行的小故事 好那如果你有听上一集的话 或是你有追踪我的 Facebook或Instagram 应该就会知道 我最近展开了一趟 环岛旅行 兼打工换宿的 这个旅行生活 对 然后时间为期 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 一个多月了耶 好像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蛮长的 总之其实在这个 这一趟出走 这一趟出来之前的两个月 我真的没有想过 自己会想要做这一件事情 就是大概在 七八月的时候 我是真的没有想过 要做这一件事情 以为这一年的进程 这一年的下半年的行程 大概就是在 插画跟催眠的 解样过程当中度过 偶尔就可能透过Podcast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 可能自己生活中 微小但是却影响重大的 体悟吧 原本我就以为 自己的生活 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过完这一年 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哪里有问题呢 大家会不会就觉得 这样不好吗 这样不是听起来好像 嗯 算是稳定 或者是 好像已经有一个规划了 好像有一个方向了 可是对我来说 如果就是你的生活 已经有一个 大概可以想象的方向 或是甚至是说 它已经有一个 固定的SOP在 进行的时候 每天的生活 变得过于规律 对我来说就不行耶 我会觉得就是 怎么可以这样 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 就像我前面讲的 会觉得 有什么不好 这样很稳定啊 确实 我其实 嗯 又有这样子问过自己 有什么不好吗 这样很好啊 对 曾经也是这样子 怀疑自己的心理 就是 要不要持续 就这样下去 只是 后来啦 应该是说 在现在这个角度 回去看 那个状态 跟这一切的发生 我觉得如果是 在以前 我那个 心里面还非常摇摆不定的 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 真的很需要 透过 外在的一些 稳定的这个感觉 来平衡自己心里面那种 不安不安的感觉 但现在我就是已经 比以前更知道 要怎么在这个流动当中 就是随着这一切 漂流了 因为其实我不觉得 心 会一直的 停留在某一个地方 它 不可能永远都一样 就像人都会一直改变 是一样 你的价值观一定会 随着很多 你经历的一些事情 而有所改变 其实自己的 内心也是啊 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也都是 这个样子的 我们永远都只能 学习如何在 这一个 流动当中 怎么跟着这些所有 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啊 或是我们自己的信念啊 我们的 面对自己的情绪 等等之类的 这些潮起潮落 一起流动 只要你的心 可以在这个流动当中 去找到自己的平衡的话 我觉得其实那就是一种 稳定了吧 那其实就是一种 安心的感觉了吧 好啦 就讲这么多 我要讲故事 我要讲故事 我会想要这么出走 完全就是一种直觉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种直觉 因为觉得 不想要再这样下去了 一开始完全纯粹 只是想要休息而已 但是我觉得到后来 尤其是在决定 要打工换术的 那个瞬间 其实我就很确定 我算是受够现在的生活 可是我觉得这个受够 并不是那一种 好像很带有一种 不爽的那一种受够 那种受够 更像是 我觉得已经吃饱了 我现在面对在 这一个生活状态 这个当下 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再吃得下去了 已经足够了 所以现在的话 我就想要 马上结账离开 时候到的就是该说 拜拜的时候 但其实我也蛮感谢 这一个阶段吧 应该是说 如果以现在来说的话 会是上一个阶段 就是上一个阶段的 这一整个过程 就由于上一份工作 离职之后 就是在民宿工作的 那个工作离职之后 我就是大部分时间 都是待在家里面 不论是做自己的创作 或者是结案之类的 就这段时间 我觉得对我跟 我的家人来说 都是一场考验吧 真的就是 学习要怎么 更敞开的去沟通 然后我其实 最感谢 我自己做的一个决定是 决定要录 Podcast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Podcast就像是 我的树洞 我真的越想越觉得 我在上面 就是也是分享了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透过声音的方式 跟很多人产生了对话 然后也在过程中 去更了解彼此 对家人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阶段的课题吧 我觉得在家的这个课题 很多很多的事情 随着我自己的进展 也慢慢的去解决了 也慢慢的感觉到 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可以再往前了 我有一种自己毕业的感觉 告别这一个阶段 陪伴我一起成长的 人们跟所有的事物吧 然后我现在就是有一种 要踏上 也不是现在 反正就是 在那个时候 就觉得自己要踏上 另一段 宇宙安排的这个旅程 那时候打工换宿的时候 他们面试就有问我说 对于来到这里 你有什么期待吗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其实我没有想过 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觉得就是 比起期待这件事情 我更想要去体验 这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我想要知道 这里可以给我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非常纯粹的 非常直接就是 讲出这一句话 而这个真的是 非常无心的起心动念 真的好像冥冥之中 影响着我整趟的旅程 这一句话好像仿佛 就直接成为 这一趟旅程的slogan 就是 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 我想要就是 体验这一切 到底可以给我什么 所以想一想就会觉得 天啊太奇迹 不知道大家到底什么意思 我那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 会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 就必须说 我真的除了下雨天之外 每天发生的这些事件 我真的万万没想过 会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这些 嗯 小意外 其实大家看标题 就会知道 意外到底是什么了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哦 这只是其中一个哦 我的天啊 对 总之我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发生了车祸 但其实还好 就是我跟对方都没有人受伤 就是 顶多就是车子 有一些被 互相撞到的痕迹 对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路不守的情况 真的你就只能依靠导航 那导航这个东西 就是你走错路 它就会帮你重新规划 那时候 我骑车就是骑到苗栗那边 我已经快到 我那天晚上订的北宝客栈了 只是 我就路不守走错路 它就帮我重新规划一条路 那一条路在地图上面就是 我要先右转进入一条小路之后 然后地图上它就是告诉我说 我右转之后 右转之后走一小段 要再右转一次 那个时候 就对方我擦撞到的那一台车 它其实那个时候 是要准备左转出来 就在我要右转的那一条路 第二次右转的那一条路上 它有看到我 所以它有停下来 我有看到它 停下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哦 它停下来了 那OK 我就可以过去嘛 结果殊不知 转过去之后就发现 天哪 也太窄了吧 但是我现在讲得很慢 只是那个当下是一个 惊悚一瞬间你知道吗 惊悚一瞬间就是 这一路太窄了吧 对 就 事情就发生了 当然我有按刹车 只是那条路真的是 没有办法过去 它太靠我那边之外 那个转角 又是一个90度的转角 然后住在那边的那个住户 又堆了超级无地多的东西 然后它也种了很多的植物 植物一长出来就是超茂密 然后直接挡住了 又更加挡住那一条路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想当然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状况 完全不知道那一条路 这么的窄 因为它的车子真的太靠 因为它要左转 所以等于就是太靠左边 对我来说就是太靠 右边了 对 反正就是很挤啦 就我的车根本过不去 反正就撞到了 然后在撞到那个当下 我其实很想要把车扶起来 结果没想到我就催到油门 然后车子就 就在自己往前 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对方就整个吓烂 他被撞到的时候 应该已经吓到一次 然后就发现 我的车怎么又自己一直往前 他就摇下车撞到 一起跟我说 放开油门 你的手 放开油门 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因为其实我也很紧张 我是想要把车子扶起来的 反正就是会催到油门 然后车子就自己往前了 整个就是 唉 更惨了 总而言之在那个当下 我就稍微先让车子 倒下来之后 我站好之后 我才又把车子扶起来 然后对方也来帮我扶机车 其实我事发的那个当下 算是蛮平静的 就是扶机车的 那个当下之后 紧张的瞬间就是撞到 然后发现 我的机车一直往前 那是最紧张的 但是停下来之后 我觉得 我莫名的非常的平静 就真的只是 有一点吓到而已 但是那个当下就是 对方就超级无敌激动 然后我想说 到底在激动什么 然后因为他太激动 就一直跟我说 他的车子什么 才刚保养回来啊 就被撞到什么的 好像在怪我 就你可以感觉到 他心里有一个 很干的感觉 所以他这样一直讲 导致我好像觉得 我应该跟他说 对不起 所以我也就是一直跟他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抱歉 就对不起 这样 但其实 说真的就是两边的问题 就旁边有一个 阿伯募集这一切 他就也跟那个阿姨说 其实你的车子 真的太靠过去 他这样根本转不过去 总之阿姨就是 非常执着在 呃 他已经停下来 我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其实就是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过啊 他就被挡住啊 所以说真的 我自己后来认真想一下 觉得这不是一个 谁真的对我 谁真的错 而是两边可能 都需要在 小心一点的地方吧 好 反正后来 因为双方都有保保险 就直接请警察来 然后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阿姨就是始终 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一直搞不太懂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的激动 就是事情也发生 一直靠北也没有办法 可是我必须说 阿姨的激动 并不是那种 就是你真的会觉得 他很莫名其妙的那一种 一点点而已 只是因为他 还是有一直关心我 说我又没有怎么样 又怎么样 一定要去看医生 那反正现在就是保险处理 我们都叫警察来 所以没有关系 然后也问我说 我之后要去哪里啊 什么的 就是是有关心我 重的只是 他就是给我一种 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的 这个情绪 就是感受到 他的情绪一直有一种 三小是怎样 对 反正我们就是要去 做笔录 所以那时候 要去警察局 阿姨就还担心我说 她说我不放心 你这样骑机车 她还载我去警察局 反正我那时候 就是把机车 留在原地 然后阿姨就载我过去 就心里什么东西 都拿一拿之后 然后就 跟着一起到警察局去 那时候其实在车上的时候 阿姨也一直就是 我就跟他讲说 我在环岛旅行啊 然后他就说 蛤 你在环岛旅行 你这样子真的可以吗 因为他就也有讲说 自己也是为人父母什么的 所以就是难免会担心 因为我也跟他讲说 我觉得旅行就是 就是这样啊 一定也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嘛 那事情发生就解决就好 我是个人是觉得还好 然后阿姨 蛮有趣一点是 他就还一直问我说 你真的要去住 你住你那个背包客栈吗 你真的确定吗 还是你要来我家住 我家可以免费给你住 可能就是担心我会接应他家 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 就是又再补充说 哦他 就是他家里没有人 就只有他一个人住 所以我要来住的话 真的没关系什么的 就一直跟我强调这一点 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 我已经定了住宿 就是已经付了钱 所以 我就跟他讲说 我可能还是要去住这样子 阿姨就说 那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电话给我 这样子 阿姨真的 其实人蛮好的啊 对 然后做完笔录之后 警察就是要 带我回去 我真的是觉得很有趣 我那一天 其实一直都是抱着 这一个很有趣的心态 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 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 也没有去警察局做过笔录 所以我其实完全都是一个 觉得这一切很新鲜的心态 在体验的 我并没有觉得 心情很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就只有肚子很饿 真的很想在警察局 叫Fu Panda 就只有这样而已 然后那一天也 直接解锁人生 坐警车的体验 但其实警车 就跟一般的车子一样 只是 就他们还有再多一个 半子 亚克力版吗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在驾驶跟后面 中间这样 对 解锁一个人生体验 然后后来在车上 就有跟警察稍微询问一下 那我等一下该怎么走啊 因为就是导航把导错 我也是觉得 很冤枉这样子 我也不是故意要走那条路 或怎么样 所以就有跟警察 稍微问一下路 然后也有聊到说 这样是不是可能 要去拜拜一下 对啊 因为还到第一天 发生这种事情 说到拜拜之后 警察就跟我说 就你知道刚刚那个阿姨 她其实已经是 这礼拜第二次撞到了 我想说 突然可以理解 为什么她会这么的 不爽 或是这么的激动 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是我 也会觉得蛮靠北的 把一个礼拜撞到两次耶 真的 阿姨才要去拜拜 阿姨真的很需要去拜拜 那台车不知道怎么了 第一天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 虽然发生车祸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之下 算是安全下装 但我觉得说 出了车祸之后 完全不会心有余悸 真的是骗人的 只是我自己是把这个心态 变成一种 我要更小心注意的 这个警觉性 我之后整趟都骑得超级无地小心 我时速 连没有人的那种路 我都骑 大概 五十左右吧 最快我就是五十几 就没有超过 就是 反正就是在五十上下游移 因为真的就是知道 在部首的地方 就只能慢慢骑而已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就我也发现 骑机车的时间 只有两天半而已耶 但是我骑那两天 我就只有整个人都快散了 就因为之后 天气真的很不好 一直下雨 就是天气预报怎么看 都确定是什么大雷雨 所以我想说 那干脆就不要骑 直接到 我到基隆 我就直接把机车拖运 就是机车拖运 甚至还比我快 还要到花莲 我机车在隔天 我拖运的隔天 就到花莲 超级无地快 我其实真的就 短短的跟机车相处了 差不多两天半的时间 就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竟然可以忘记把钥匙 大概三四次左右 真的非常夸张 我真的觉得 我可以好好的骑机车 真的有一部分要感谢台湾人的美德 还是其实 我骑的地方都很偏僻 所以也没什么人 不会去 把我钥匙吗 我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 其实 每一次会忘记把钥匙 都是因为 我拔完钥匙之后 我突然想到 我在车厢又要拿东西 或是要放什么东西进去 所以我又把钥匙插回去 然后开了车厢之后 拿完东西 或是放完东西 我把车厢关起来 我就走了 每次忘记把理由 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我就是因为 怕忘记把钥匙 所以每一次停车之后 我就立马把钥匙拔下来 结果最后 还是忘记把钥匙啊 就是 结果根本没插 因为 对 就一样 超瞎的 原本是一个防范未然 心态结果 结局还是一样 一样忘记把 一样放在那边 真的是 太蠢了 好 不管 反正 我觉得最可怕的一次 是因为我就刚好到 那个 桃园那边的 一个 马祖新村吧 有点像什么 神祭新村 以前的眷村 那个小环境 这样子 反正那边就人蛮多人 是人 我去到人最多的地方 那时候 我就是把机车停好之后 我就开始在里面乱晃啊 然后甚至已经晃了大概 一个多小时了之后 我要到一间咖啡厅 想说休息一下 坐下来没多 就发现 好像 找不到钥匙 我就 就一直翻 就发现找不到钥匙 怎么找都没有 我想说 好哦 该不会 顺着 在车上吧 我就是用 飞快的速度 跑过去 就发现 哇 真的在车上耶 真的 差在那里 就差这样快两个小时 然后 还很安好在那里 我想说 真的是感谢上天 谢天谢地 谢谢 所有善良的人 就 这一趟一个人 出来旅行 虽然就是一个人 可是 默默都有一种 好像 整个世界 陪我一起 在走这一趟旅程 感觉 就 虽然遇到的很多 其实都是陌生人 就明明可能 就也只会见这一面 但是 他们其实都很 不厌其烦的 在 帮我 很多时候 就会觉得 还蛮感动的 讲到这边 就要分享一个 就是 因为 我第三天 就是要从台北 到基隆 然后前一天晚上 我就是在台北 裸妆女子家 借住一晚 那一天 因为裸妆女子 她 就是我的第三天 她一早就要出门工作 所以 她还特地 就是留讯息 给我说 就是 之后可能 我要去 骑我的机车的话 要请柜台那边去 帮我 可能 刷一下电梯卡 才能到地下室的 停车场 这样子 之类的 然后 之前 我去住她家的时候 就有辣东西在她家 所以 这一次 我就想说 我不能再这样子 再麻烦她 自己还是干嘛 我要 认真的检查 我所有东西都戴起 最后也是安全帽 原本放在别的地方 我是 啊 我的安全帽 嗯 我很棒 我有记得要安全帽要戴 所以我就把安全帽拿到她家的鞋柜 开始穿鞋子 因为我鞋子超难穿 我穿超久之后 我就直接开门离开了 我甚至都没有发现我安全帽没拿这件事 然后就顺顺顺的走到电梯 然后请柜台帮我刷电梯卡 我到了楼下 站到我的机车前面的时候 我才发现 安全帽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安全帽 我是连机车都没办法骑的那一种 比任何东西还要没戴 还要更惨的一件事情 哇 我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完蛋了 但因为裸妆女子她们家算是一个工作室 所以其实我离开之前 员工就已经去上班了 我那时候就是 我的计划就是 我到了楼上之后 都柜台那边再请她帮我刷个电梯卡 我去裸妆女子她们家直接按电铃 请员工帮我开门 说不知我在她家门口按电铃 按了五分钟都没有回应 其实按非常大力 觉得我都快把那个门铃敲烂了 我大概按了两三四 发现没有回应之后 我开始拿我手机敲她家门 因为她家门非常硬 用手敲真的应该会肿起来 或是流血吧 或是欧千之类的 所以我就去用手机狂敲她家门 其实我有先传讯息 可能有打电话 发现她都没有回应 我才这样子做 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生无可恋 就想说我自己好像一个怪人 然后在这个地方这样做这一件事情 真的是超级奇怪 但后来我想说不行 最后就直接又回到柜台 请求她们的帮助 就请柜台的姐姐跟柜台的伯伯帮我 就是可能是不是可以联络一下 他们家的员工啊 或是他们家的anybody之类的 因为我其实没有裸妆女子的手机电话 我只有她的line 还好还好 最后真的是我顺利拿到我的安全帽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柜台的姐姐跟柜台的伯伯 真的非常不厌其烦的一直帮我刷电梯开 因为起码刷了六七次吧 双双谢谢双双谢谢这样 就是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要下去 我终于要离开的时候 那个贝贝帮我按电梯 然后还问我 所以你是在环岛吗 然后我就跟她说对啊对啊 她就说 这样子要小心哦什么的 然后我就 好谢谢什么 反正我其实就觉得 一路上就遇到很多 很多人帮我加油 就觉得蛮可爱的 原本我真的以为 就是机车这样子遇到的问题 已经够了吧 搭铁路 总不会有什么其他太大的问题了吧 把机车拖晕之后 就基本上就是走路跟铁路来 解决我之后的行程 之后一直下雨 我其实哪里也不想去 每次就到一个地方稍微晃一下 可以入住之后 我就立马入住 顺便可以洗个衣服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后面在 后来是到宜兰跟花莲市区 稍微玩一下 就是这两个地方的那个 行程都非常的 完全没在干嘛 就是一直走路晃一下 看一下 就是他们的市区啊 然后吃个东西 就这样子 对 我真的没有想到搭铁路 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结果没想到也被我遇到了耶 就是那个时候要从基隆到伊朗 我是刷了我的悠悠卡进去 搭了区间车先搭到了 忘记哪一个地方之后 转车 转车的时候其实我是 因为是搭自强号 所以我是有网路购票的 就是有那个QR Code这样子 我是有买票 那时候我不知道说 有这个要刷出站再进站的这个bug 完全没有想到 我是就直接在月台 就直接换到另外一个月台 这样子去搭车 完全忘记说 可能要我的悠游卡并没有过卡 会被锁卡这件事情 我是到后来来到花莲之后 然后我要从花莲市区到 我打工换速的地方 我打工换速的地方在星辰 我要到星辰的时候才发现 我被锁卡了 然后那时候当下我就想说 什么时候被锁了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其实搭火车的点都很单纯啊 我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我没有在一直搭火车 或是什么之类的 到底什么时候被锁卡了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我已经累到一个程度 就是无法思考 然后后来就赶快去找站务人员 想问说可不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站务人员就跟我说 剪那张卡的话要800块 800块 然后他就跟我说 其实就很不划算 所以看你要不要就是 以后搭台铁 就不要用这张卡就好了 我手心想说 好麻烦哦 对 我就是觉得很麻烦 怎么会有这种蠢事出现 然后后来警察就问我 不是警察啊 这样错了 站务人员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有那一种 有再多买一张票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一开始也听不懂 后来才发现 啊对 从基隆大区间到八度去换车 然后再搭自强号 到礁西 我就说对 就是这个区段的时候 我在八度的时候 没有去过卡 所以我的卡就被锁住 然后完全也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 最后那个站务人员就非常好 他就说那你出示一下 你的票给我看 然后我就给他看之后 他就进了小房间 大概一两分钟之后 他走出来就跟我说 没事了 我已经把你处理好 以后要注意一下哦 一定要去过卡 我就想说是不是 他看我这样很可怜 我大包小包 所以就不跟我收钱了 我不知道啊 但是他后来就跟我说 要注意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好 谢谢谢谢 真的很感谢 因为八百块真的好多 我会一张卡八百块 真的不行耶 好 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也要去注意 这一件事情 不要跟我一样犯这种蠢事 真的蛮蠢的 就是 大家真的要注意哦 好 其实故事 也差不多分享到这边 要结束了 环瓣倒的这五天 我觉得像过了十几天一样 不知道有什么度过的 就觉得每天都好长哦 然后每天都发生 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 但回望这一路上 这几天真的 受到非常多人的关心 也有很多就是鼓励我的 我觉得对一个人旅行来说 这一些 真的就是最好祝福耶 就连那些担心 其实对我来说 它就是也是一份祝福啦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 让我就觉得自己 从来不是一个人 在进行这一趟旅程的吧 所以我觉得 真的要很感谢 这一路上 给我帮助 跟关心的所有人啦 虽然他们听不到 但是我在这边 也传递这份祝福 送给遥远的大家们 非常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所有的人 让这些 我觉得真的是 意料之外的所有事情 都擦出 蛮有趣跟蛮可爱的火花吧 就让我有了一趟 完全是 属于我自己 独一无二的环岛旅行耶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花莲 刚满一个礼拜 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 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个礼拜 或是 应该会是在 两个多礼拜啊 下一次录影的时候 应该就是 大概两个多礼拜的心情 就再跟大家分享啦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也欢迎点击下方的资讯栏 赞助我一杯咖啡 让我的创作展翅高飞 如果大家觉得OK的话 也可以把它当作就是我的环岛赞助金 好啦那就随缘随缘 随缘随喜 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看更多的环岛旅行的消息 日常生活分享 以及图文创作 还有节目的第一首消息啦 我是伊玛 聊聊吧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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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